Hello大家好,我是季良,这是我的第九个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如何用Notion来制作知识管理 那么我们开始吧 说到知识管理,我想先说说我们为什么要做知识管理 我们平时接触的信息面太多 有看书的,公众号的,B站的 看到好的内容会习惯性的把它收藏 但有大概率是吃灰的 即便是一本当时看来很好的书,不去记录 一周过后,我们很难记得当时看过什么 产生了什么样的新思路 所以,我认为学习不应该仅仅是去看 应该分为三个部分 学习,思考,消化 首先说说学习 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 学习的途径也越来越多样化 不局限为书本 可以看文章,看视频 甚至是和优秀的人的一场谈话 都能让我们成长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找到一种方式 能够让自己吸收进去 并转化成自己的知识 所以,又引申出了第二点 怎么吸收并转化 我认为,首先要学会独立思考 要有自己的观点 即便是地位再高的人 也不一定说的都对 所以,对于我们接触到的知识 要有批判精神 这不是要你推翻某个人的观点 或者和他吵架 而是要你从自身的角度出发 去思考问题 但你接触到某个心领域的知识时 可以尝试问自己这些问题 书里的观点符合我自己的实际情况吗? 作者的处境和我相似吗? 如果相似,有哪些点相似? 哪些点不相似? 我可以借鉴他哪些优秀的地方? 哪些地方我不需要照搬? 经历过思考的过程 我们就要开始消化 用我们身体的消化系统举例 消化系统的基本生理功能是 摄取转运消化食物 吸收营养和排泄废物 这些生理系统的工作有利于我们的健康 这意味着我们把食物吃进去时 身体并不会全盘接收我们的食物 它要经过身体多个器官的过滤 然后吸收自己需要的 排除自己不需要的 那么对于知识 我们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 把你的知识库 想象成一个庞大的系统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器官 帮你管理知识 帮助你吸收和成长 以我的智库举例 我把它分为了知识收集 金句 小故事和优秀的标题 还有我的读书管理 首先说说知识收集 在我的知识收集里 我会收集一些纯知识 什么是纯知识 就是没有任何铺垫 只讲干货 不讲废话的知识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人工去筛选 把自己不需要的剔除掉 把自己需要的有用的知识摘出来 放在这里 同时可以给它打上各种各样的标签 可以把它按照它的作用来分类 比如说它是属于方法论 概念 工具 还是书单 可以按照领域去分类 比如说它是属于个人成长 心态 医学 还是职场 同时可以给它的来源打上标签 这样方便你以后去回顾 在这里我还添加了一个最近的更新时间 在知识的内页 我添加了一个知识的原始链接 方便我以后去回顾 第二部分是我的金句 当我们看到好的句子 我们下意识地会把它收集到我们的笔记里 但是随着我们的收集越来越多 我们找到它并且利用它的几率其实越来越低 因为每一个句子我们都要去看它讲了什么 这样的时间成本太高了 因此一个好的分类就特别重要 应该在每次看到一个好的句子的时候 就想好它的应用场景是什么 然后按照它的应用场景去分类 这样当你以后需要用的时候找起来就特别方便 第三是小故事 不管我们是看一篇文章还是听一个演讲 我们都喜欢听作者举例或者讲故事 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容易接受有场景化的描述 但是这些极星的故事从哪里来呢 这就需要我们平时去积累 当看到好的故事 我们要把它收集起来 分门别类的放在每个分类下面 这样当我们需要一个小故事或者例子来论证我们的观点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找到它 第四部分是我会收集一些写的好的标题 同样的方法我也会分门别类的把它们收集起来 第五是我的读书管理 在这里我会用来管理我的读书笔记和我的读书打卡 关于我的读书管理可以查看我晚期的视频叫做读书管理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知识管理的整个的框架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个环节 制作教程 其实制作一个知识管理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分类 分类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这种数据表形式的 把你的知识通过数据表的方式去腾抄 然后通过这个标签去给它分类 这种类型它比较适合你的知识内容很多 你的标签也很多 同时你以后还会有增加更多标签的可能 那我比较推荐用这种方式 那我比较推荐用这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这种tago list的形式 它的特点是你可以在这个页面随意的去展开所有的内容 然后可以全局查看你所有的内容 它比较适合你的标签分类不会很多 你的内容也不会很长 那么我比较推荐这种形式 因此今天的内容我会演示三个核心操作 数据表 tago list 和导航 当你掌握了这三个核心操作之后 你就能去做出属于你自己的知识管理 接下来我们来开始制作 我们先来制作这样一个页面 在这里点击新建一个页面 点击展开 选择空白页面 输入一个标题 设置好一个图标 设置封面 设置好封面以后 我们在这里添加一句座右名 点击这个block设置 选择颜色 把它调成灰色的 空格一行 输入一个斜杆 在database型的block下面 选择表格形式的 先给这个表格填写一个名称 我们来设计这个表格的字段 先把这个默认字段改成标题 我们来新建第二个字段 类型 选择单选标签 新建第二个字段 领域 选择多选标签 新建第三个字段 来源 选择单选标签 新建最后一个字段 时间 在最下面 选择倒数第二个 最新的编辑时间 那么当你这条数据 有编辑的时候 它就会把最新编辑的数据 放在最前面 接着我们来新建标签的内容 在这个类型下面 我们给它新建几个内置的标签 比如方法论 美文 观点 研究报告 这个类型是属于你这个知识的类型 这个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添加 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也新建几个内置的标签 比如金融 心理学 个人成长 职场 它代表了你这条内容是属于什么领域的 在这个来源里面 也新建几个内置的标签 可以是读书 公众号 微博 知乎 这个来源指的是你这个知识是从哪里来的 好 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open 去到内页 我们再新建一个标签 我们新建一个原始链接的标签 选择链接形式的 这里可以粘贴你知识来源的原始链接 方便你以后去回顾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表格外面 我们不让这个原始链接展示出来 因为这样太长了 点击这三个点 选择属性设置 把这个原始链接的展示 关掉 那么它就只会在内页展示 不会展示在你的列表上面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第二个页面 它够list形式的 也就是这种点击新建 点击展开 选择空白页面 填写一个名称 点击新建一个图标 点击新建一个封面 新建好一个封面 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个座右名 点击设置 选择颜色 把它调整成灰色的 空格一行 我们输入一个斜干 选择tago list 在这里我们输入一个领域 逻辑思考 在这个领域下面 展开之后 在它的内页里面 输入一个斜干 选择callout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种格式里面 去填写你的金句 类似于这种 这个图标可以点击更改 我们粘贴一个金句过来看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展开 收起的形式 现在我们来运用第二种创建的方法 我们在下面这一行 输入一个三角符号 点击空格 它就自动的建立好了一个tago list 那我们可以新建另外一个类型 输入斜干 选择callout 那么我们就建立好了另外一个分类 那有些人可能会问 这样去建立不是很麻烦吗 所以我们需要运用一个 我曾经讲到过的高级功能 叫做模板按钮 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斜干 找到高级功能 选择模板按钮 把它的标题改成建立新分类 然后把这个已经建立好的模板 拖动到这个模板按钮里面 把它的标题删掉 然后我们把这个模板的设置关掉 把这个模板拖动到上面 那么我们点击试一下 点击之后它就新建了一个分类 这里面是包含了你的金具的样式的 我们想要新建多少个就可以新建多少个 那么有些人又会问了 我不想每次新建都建立一个这样的分类 我想只新建这个样式 那么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输入一个斜干 在高级功能里面 选择模板按钮 更改名称为建立新的金具 我们输入一个斜干 选择这个callout 好 这时候把设置关掉 把这个建立新金具的模板按钮 拖到上面 拖到跟它并列 点击建立新金具 可以看到 那么它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样式 你每次要建立新的金具的时候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把你的锯子粘贴到上面 填好之后 你可以把它拖到 任何一个分类下面 拖进去 你还可以调整它的排序 你可以把它们都展开 然后在这个页面上 随意地去拖动它归属于哪个标签下面 同时你还可以把它们拖动并列成两排 点击它的block 选定它 把它拖动到最右边 松开 那么它就并列成两排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tago list 接下来我们来做第三个页面 也就是我们的知识管理 当我们的这样的页面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合集的页面去把它们都收集起来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总的知识管理 我们来新建一个页面 选择空白页面 展开它 给它取名为知识管理 添加一个图标 添加一个封面 然后把这几个页面拖进去 选定它 把它拖到里面去 当你的知识管理的器官越来越多 你这个知识管理就会越来越丰富 接下来我们来运用第三个技能导航 我们可以制作这样一个导航 方便我们在知识管理的不同的页面之间进行相互的跳转 这样 好我们先进入到我们的知识收集页面 空格一行 我们输入一个at at一下我们的京剧页面 点击它 那么我们就新建了一个导航 同样的我们可以在京剧页面也输入一个知识收集的页面的导航 我们输入at 输入知识 那么我们就新建好了一个去到知识页面的导航 我们可以在知识管理的页面与页面之间 做相互的跳转 当你的页面越来越多 你就会出现像我这样的一个形式 会有更多的导航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知识管理的制作方法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也有对知识管理方面的心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哦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